超頓町北大國小在台中巧克球比賽的成立 日前館來的專民部位比賽才剛拿到國組的渡航冠軍 這次參加全國蘇星部位巧克球比賽 國創校好勝進 在台中兩位做八個冠軍以及一個第四名 還是好好發展巧克球運動以來最好的勝進 超頓町北大國小的巧克球團隊 再次來拿到好勝進 派出到三隊參加今年的全國蘇星部位比賽 拿到兩位冠軍再來第四名 改正你這年會的成果來頂賞 我覺得這次表現非常的好 隊友有合作 就算隊友失誤也都沒有去責怪對方 然後反而鼓勵他 從三年級一直打 打到六年級變得很有比賽經驗 然後上場之後就不會那麼緊張 然後也跟隊友配合得很好 平常都非常努力的一個練習 然後日積月累的累積他們的一個經驗 還有一個能力 當然每天的鍛鍊 總有一些不愉快或者是勞累或受傷 但是他們都堅持下來 然後最後在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獲得全國冠軍 真的非常為他們感到高興 彭秀做得好 加上公公急來拿到分數 但年輕時即使我們獲得比賽 順利拿到冠軍 五年輕時即使進出冠軍的時候 入到比較強的隊伍 最要靠到發揮團隊的系列 這個平常是很好的體力技術 也順利拿到冠軍的準備 這禮拜日的三場比賽 我們都有跟一個對手 一直糾纏在兩分之內的落後或領先 最後一場是因為對手的失誤很多 我們才大評分贏了 我們很開心 因為第一次得到第一名 而且是全國賽 全國第一次得第一 我們很驕傲 剛開始因為一場裡面打三局 第一局跟第二局只有小贏各一球 那第三局他們就發揮非常好的實力 那體力上也表現得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在基礎訓練 體力的一個運動訓練的訓練上很紮實 八達國修醫療行動教育 日本這個運動提供這頂點到達方向 提供小孩多元發展的機會 也證明在基本上全國 持久的比賽拿到好信件 將繼續來做到運動 不用和新運動的習慣 也就參加比賽 增加到他們的主信心 這又新主感 記者的明星 唱報道